在2012荣耀盼望的主日信息里面 尤华牧师曾经为大家分享过 当一个国家或者是所谓的外星人 当他们拥有一架或者多架刀枪不入 甚至连核子弹都敌不过的飞行器或者飞碟 他们就能够在进攻任何国家的时候 迫令对手投降 甚至能够立时轻霸世界 就好像圣经所预言末世之时 迪基督能够借着Ravain的高科技 令全世界都屈服在他的威吓之下 但最有趣的是 尤华牧师曾经分享过 好赏荷里活的电影 他们早已将将会发生并震惊世界的大事 例如911事件的内容 地点和时间放入电影的情节里面 明显这些电影制作人早已预知事件将会发生 而近年也有电影早已提到有关外星人的飞碟 不怕任何人类的武器 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上年 2011年推出的Battle Los Angeles 和1996年推出的天杀地球反击战 电影Battle Los Angeles 是一出在2011年3月11日全球同时首映的3D电影 而今天众所周知 就是在电影Battle Los Angeles首映的当日 当一部分人还在戏院观看这出Battle Los Angeles的时候 日本刚好发生他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天灾 就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9.1级大地震 并引发高达30米高的大海啸 令到日本超过2万5千人死亡或失踪 但最令人觉得诡异的是 就是当电影Battle Los Angeles一开始播映的时候 电影播出电影公司的标志时 背景对白却是恰巧地提到日本 位于东岸的东京发生灾难事件 令到这出正正在2011年3月11日全球上映的电影Battle Los Angeles 只是早已预料到当日 日本将会在同日 并且同地点 即是日本东岸 发生震动全世界的大地震和大海啸 我们正在向你报告的时候 我们正在向你报告的时候 现在一件事是明显的 世界是在战争 1946年 北京的平均时期 此外 在电影Battle Los Angeles 你不难从画面看到灾难发生的其中一个地点 就是在海边 甚至你会看到在海滩有一群人 并且为逃避大海浪 而在海滩上四处逃走 正是跟当日在日本东北海岸边的人 为着逃避海啸而四处京方逃亡一样 其实 电影Battle Los Angeles 的内容 提及有一群所谓外星不明飞行物体 突然以隐石的形态 袭击地球多处地方 并且 当这些UFO以真面目出现在美国军队面前的时候 人类所使用的武器 对这些UFO完全起不到作用的一种情节和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是出现过的 并且 事件发生的地点 就是2011年电影 Battle Los Angeles 所说的洛杉基 事实上这一出电影 是以1942年 发生在美国洛杉基 Battle Los Angeles 的一件有关UFO出现的真人真事 所改编而成 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1942年2月25日凌晨2点25分 珍珠港事件未够三个月 洛杉基上空出现一大群的神秘发光体 美军当时以为日本想再次以飞机偷襲美国 于是接连向一大群发光体 发射超过1400枚高射炮弹 但无法击落任何一架而是飞机的UFO物体 而当时的新闻报纸 作头条报导的时候 就是以 Air Battle Rages Over Los Angeles 作为大标题 但这种以大型和大量UFO侵袭地球 令人类所有武器 甚至核子弹都无法 将有防护罩保护的UFO群 造成射微伤害的情节 Battle Los Angeles 并不是第一出 例如在1996年上映的天杀地球反击战 也曾出现 有类似UFO具有防护罩保护的相关情节 究竟这些电影是否有意对公众作出预告 就如圣经《弹以理书》所描述 将来敌基督的出现 是会夹杂着所谓外星人的UFO 如飞而来的到全人类的面前呢? 并且 这些UFO都是具备防护罩保护 一般人已知的所有武器 都不能够对他们造成任何的伤害呢? 因而令到全人类都唯有在UFO的面前 向敌基督屈服呢? 《弹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 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 或作使地荒凉的 如飞而来 并且又愤怒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或作傾在那荒凉之地 直到所定的结局 此外 同样令人感到诡异的 就是曾经在电影内的一个电视萤幕里 出现了这些银石型UFO出现的地点 包括电影内容发生在洛杉矶 曾经发生911事件的纽约 2005年 曾经被世纪风暴卡特里纳侵袭的 新奥尔良 和墨西哥南部 其实 早在上年 2011年3月11日之后不久 即是这一出电影 《Little Los Angeles》首映 和日本发生311事件之后 网上已经有人预言 一些地方会计日本之后发生大地震 而其中一个地方 竟然就是电影中片段 所提及的墨西哥南部 而日华牧师当时 已经在主日信息中特别提过 下一个其中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地方 墨西哥南部 而实际上这个就好像 如果是4月11日出现 好像911的事件 举个例子 当4月11日 就在墨西哥南部 4点46分的时候 有好像类似911的事件 又或者 好像日本大地震 这种级数的灾害 我想你知道人的心就会变成了 加上也有人发现 近年所发生的大地震 例如 2010年2月27日的智利8.8级大地震 2010年9月3日的基督城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9.1级大地震 同2011年9月15日 发生在匪制群岛的7.3级大地震 都有一个相隔188日就会发生大地震的循环 所以 这些人已经预言 会在2012年的3月20日或者21日 世上会有一个地方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 就在墨西哥当地时间 今年的2012年3月20日 下午12点2分49秒就发生于电影Battle Los Angeles 看到出现事故的墨西哥南部地区 发生了一次7.9级大地震的真实版 有报导称是7.8级后来修正为7.4级 更加出现数次5级的余震 但原来墨西哥政府早已在发生地震的整整半年前 早已计划在2012年3月20日 当日的下午12时正进行一个和真实事件 完全相同级数的7.9级大型地震事故演习 而时间上 竟然 只是被真实发生地震的时间早了2分49秒 恰考程度令人匪夷所思 竟然 墨西哥政府在早半年前已计划好 在真正发生大地震的同一日 同一地点 在同一小时 并且以同一个地震级数做一次地震演习 加上 电影Battle Los Angeles早已在地震前一年多 已预言到墨西哥南部 会是下一个发生灾难的地点 明显 这一切都不可能是巧合 而是有人早已知道 这一种电影 竟然能够隐藏预言 将将会发生灾难的所谓巧合剧情 一次又一次的预早呈现在荷里活的电影桥段当中呢? 这样仅仅是一种巧合 或是有人早已得知灾难所发生的日期时间 并且将这些事件的细节 融入在电影当中呢?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否因为这些灾难其实都是人为所造成 就好像日文牧师早已用圣经角度为大家分享过 幕后策动事件的Freemason知道 如果他们以人为的方法制造灾难而减少人口 但是另一方面 他早已将计划放在名处 例如放进在多人观看的大电影的情节当中 将计划公诸于世 但是却无人能够事先拆穿Freemason的阴谋 撒但就能够在神的面前 名正言顺地去完成他们的阴谋计划呢? 因为神的子民已经放弃去阻止撒但计划的权利了 会不会就如圣经所言 神的子民一无知识而灭亡呢? 何西亚书4章6节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义女